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簽訂貿易協議 並給予包括 讓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等會港措施 從此港陸經貿關係緊緊相係 SIPA讓香港許多產業受賄 香港的經濟繁榮多依賴中國大陸 不過 主權問題卻讓香港 在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中慢了好幾步 這種既互惠又矛盾的經貿關係 是香港當局必須面臨的考驗 香港 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 繁榮的自由海港免稅的Shopping天堂 這顆東方明珠97年回歸後 開啟陸港間美麗又矛盾的 新一頁經濟關係 港陸地緣上的緊密相連 不僅是政治上 經濟上也密不可分 1998年金融風暴和2002年SARS 接連肆虐香港後 香港經濟蕭條 百夜凋零 民怨四起 北京為了安撫人心 2003年與香港簽訂SEP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 SEPA類似自由貿易協定 光一個SEPA貿易覆蓋率 就達到百分之五十 強力支撐香港的經濟 港陸經濟也自此緊緊相信 SEPA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號 就是它給香港服業到內地去發展 或者是要加強香港 跟內地的那個經濟聯繫的時候 就開一個綠燈 因為它現在歸中國大陸館 所以它的策略就是 也是必須要靠向中國大陸 因為這是它唯一的出路 SEPA的確讓香港靠向中國大陸 至今十年內 每年簽一份補充協議 大陸對香港累計 開放403項服務貿易措施 強而有力吸引香港企業 進入大陸市場 SEPA涵蓋範圍極廣 從香港四大經濟母產業 金融 貿易物流 觀光旅遊 專業服務 到六大新興產業 文創 醫療 環保 教育 檢測 創新科技 全都明顯受惠 其實我們不同的行業 都有很好的一個受益 現在我們香港200多家的銀行 都已經要人民幣那個業務 如果我們看到通過SEPA 到內地去投資 開公司的行業 其實物流節快是最大的 比如說到那個今年4月底的時候 已經有1300多家企業 拿到他們的批准 或者是他們說的那個批准書 過去十年 到今天年 就2013年年底 差不多七八月的時候 大概超過524個億的港產貨幣 享受的零關稅優位 以進入的內地 比如講有些港產的手錶 現在在國內賣的挺好的 賣的挺好的 就是就是這個SEPA 這個安排那個成功的力氣 除了SEPA 中國大陸還開放一年3000萬陸客 赴港旅遊活絡香港觀光 經濟上選擇不干預香港 維持香港最自由經濟體身份 高居世界第一 並在一國兩制下 給予香港特殊地位 成為大陸國際轉運站 外資登陸最佳跳板 香港近年更是全球最大 競爭力最強的 人民幣離岸中心 主導高達90%的人民幣境外業務 大陸種種惠港措施 使得香港高度依賴 卻也因此受制 以前大家看香港經濟 是不看中國大陸經濟 但是大家現在覺得 兩個連結性變高了 如果中國大陸經濟 有什麼動彈 有什麼閃失 香港經濟就有點危險 所以就一方面 香港享受了中國大陸經濟好處 但是一方面也被它牽連住 港陸之間美麗又矛盾的關係 導致香港在近年區域經濟整合浪潮中 晚了好幾步 雖然及早和大陸有SEPA 但受限主權問題 近兩年才開始洽簽FTA 香港目前和七國完成四個FTA 正在和東協談判 反觀四小龍中 與香港競爭項目高度相似的新加坡 目前已和60國洽簽20個FTA 貿易覆蓋率高達86% 香港遠遠落後新加坡 中國本身對於所謂特區政府 可不可以去洽簽FTA 過去是一直不認為是反對的 香港其實是到最近兩年 2008年開始 中國特別是它的中央政府的立場 開始改變 香港就陸續的跟新加坡 跟智利 然後現在在跟東協在談FTA 展望香港未來出路 外有新加坡超前的競爭壓力 內也有來自其他都會的威脅 雖然學者們普遍認為 上海自貿區短期內 無法威脅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不過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 其他城市逐漸開放 外資可直接貿易 香港跳板地位仍有下滑危機 另一方面 與大陸的文化衝突 也有白熱化趨勢 絕大部分人提出香港的問題 都不是經濟的問題 很多都是文化衝突的問題 包含之前 什麼路邊小童尿尿的這個爭議 還有很多搶購奶粉 不排隊 地鐵吵架 四小龍中 香港是30年來唯一一個 政治體制改變的地方 與大陸緊密的經貿關係 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繁榮 同時掩埋下文化衝突 社會矛盾 貧富差距和高漲房價 香港取之於大陸 卻受制於大陸 香港經驗值得台灣深思 中央社記者張謙 許瑞婷 香港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總統馬英九五號上午出席 2014年東海和平論壇 以台灣和日本菲律賓分別簽署 漁業協議和漁業執法協定 以及與菲律賓交涉漁業糾紛為例 說明東海和平倡議 創造可觀的和平紅利 確實是未來可信模式 在台日漁業協議簽訂的前一年 兩國雙方在這個海域 發生的17件爭議事件 雙方海巡艦艇曾經對峙15次之多 而從簽署協議到目前為止 爭議事件降為只有一件 在另外一方面 雙方漁民的漁獲量大增 但島嶼主權的爭議受到擱置 雙方主權的主張均不受影響 今年來東海周邊區域國家 不斷發生衝突 馬總統在2012年8月5號 提出東海和平倡議 並持主權在我 擱置爭議 和平互惠 共同開發原則 期盼以和平的對話機制解決爭端 馬總統表示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今年4月在美國國會聽證會 肯定東海和平倡議 符合美國的核心政策 英國金融時報也稱許 台日漁業協議 是化解南海主權紛爭的良好模式 外交部長林永樂則表示 海域爭議牽動經濟 東海和平倡議以對話代替衝突 將可創造雙贏局面 日常在日常中 互相對方 互相對方的 互相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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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東海和平論壇邀集三大洲專家學者 討論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 和預防衝突機制的建構 以及重要的區域議題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包道格 肯定東海和平倡議是非常積極的做法 我來這裡很開心能夠支援 中國在這個區域的解決方法 不如馬剛才說的 保護自己的優秀 還能夠共產資源 我認為日本和台灣 都為了其他區域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包括美國 南韓等其他國家與會學者 也紛紛表示 東海和平倡議有助區域穩定 可以減少南海緊張情勢惡化 應該廣為宣傳 讓更多國家了解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張雅婷 台北報導 美國游泳健將菲尔普斯 曾經創下多項澳人記錄 在2012年倫敦奧運後退休 今年4月宣布復出 隨即參加了4項比賽 展現復出決心 美國時間6日到10日 舉行的美國全國游泳錦標賽 菲尔普斯也將參加 包括100公尺自由市 100公尺碟市等4項賽事 尋求明年世界錦標賽的資格 更多體壇消息 請持續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陳凱婷 我們再會 我們在華視職中的地上 我們在華視職中的地上 今天事務所在華視職中的地上 海外 大陸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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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